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2月5日 伯洛尼亚激战费伦天拿 周日晚上,一甲有多场好戏上演 其中较早开播的一场为伯洛尼亚主场对阵费伦天拿 虽然费伦天拿经济不擅长做客 但他们实力要比伯洛尼亚更胜一筹 加上头号射手杜新华和玉目前缴风正顺 费伦天拿经账做客理应能够全身而退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伯洛尼亚新赛季开局阶段表现不俗 头三仗取得二胜一合的不败战绩 可惜球队并未能把优秀的状态延续下去 接下来的七轮比赛仅仅赢下一场 还留下的一比六国纪米兰这样的惨败 进入到11月,伯洛尼亚如梦初醒 先后将卡利亚里和森多利亚斩于马下 虽然之后意外不敌威尼斯 但球队很快就重整旗鼓 在上仗击败罗马后再次录的连胜 11月至今的无偿比赛 伯洛尼亚斩获四胜一负的优异战绩 表现值得称赞 另外,马迪亚斯史云铺和阿拿奥杜玉在此期间 联手贡献五球,状态出色 尽管伯洛尼亚过去六次与费伦天拿交手还未曾赢过 但毕竟其中只有一场失利 再加上金铺坐镇主场 相信伯洛尼亚取得分数问题不大 阵容方面 后卫奇云邦尼法斯和中场金势力 米高音商缺阵 和伯洛尼亚相比 费伦天拿经济的进步幅度更大 15轮战霸露得8胜7负的战绩 在列积分榜第六位 他们也是全一甲唯一一支没有出现过合级的球队 杜欣 华和玉的存在是费伦天拿经济能够击身积分榜前列的最大因素 这名塞尔维亚前锋本赛季已经收获12个联赛入球 是队内的头号的分手 同时一领跑一甲神射手榜 再者杜欣华和玉已连续三场比赛位子百合建功 角锋正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费伦天拿本赛季有一半的进球由此子贡献 而不得不注意的一方面 是费伦天拿本赛季做客表现不佳 过去8次做客只得3胜5负的战绩 目前还正遭遇做客4连败打击 此番走访博洛尼亚 全身而退就算完成任务 阵容方面 好为马迪亚拿斯达西和中场埃利 普加音商不会随队出征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感谢观看